哇! 買了一堆東西 我相信這一堆是好東西來的 給我一點信心的好嗎? Hello大家好,小龍毛,歡迎收看小龍毛,我是三次元 大家的聲音我都收到了 聽到了,明白了 很久沒看淘寶開箱的嘛 可以啦,沒問題啦,交給我啦 淘寶真的嗎? 是呀! 買了一堆東西 我相信這一堆是好東西來的 給我一點信心的好嗎? 今次的影片是新世代集運合作的影片來的 漂亮 漂亮 話說我用了他們集運都有一兩年了 一整都覺得他們性價比不錯,貨物也OK的 最近還有特價 哇! 他們的指定包裝是這樣的 綁住了,安全一點 最近因為瘦了的關係 所以之前那些衣服就是不太適合 所以已經買了幾件新衣服 還有褲啊! 是褲啊! 我現在越來越喜歡這些褲,旁邊有兩扇東西 看起來比較瘦 哈哈哈哈 不適合 這些褲的質感呢 現在越來越喜歡穿 有一點穿了,回不到轉頭的感覺 重點是,都很顯瘦 但是一樣 就是這個 背囊啊! 下面這一層 就是放相機拉出來 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這個呢,就是我用的一個 相信很多人都碰過的 為什麼我要買一個新的呢 就是因為這個位置我經常很粗暴地對待它 所以拉鍊位呢,這裡有一點點滴滴的 那幾樣應該是自己操作的 但是其他地方完全沒有問題 這一款呢,是我自己覺得漂亮得來 有點韓版的那種方方的 然後裡面的設計呢,又真的有很多間格 有很多好用 有放到15.6吋的notebook 這個是上層啦 上層也是很好用的 有網袋啊 放一些垃圾東西 不會亂的 又有拉鍊 它是很合理的 前面這裡有一個暗格 放很多有用的東西 我自己已經分類好 每一個部分放些什麼 找東西絕對很快找得到 這個袋有介紹給不少人的 再推薦一次吧 因為真心覺得不錯 好,如果想看這個袋的詳細介紹呢 要看上一條影片 很棒的 錄完啦 又是錄完啦 那我之前買了一部Surface Pro 那它的外出是mini display port的 所以我特地買了一條mini display port 轉HDMI的線 那我就可以讓它輸出到電視那些東西了 就是這樣 哇,這個神器 等很久了 好,打開 哇,不得了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先解釋一下 那這裡就有個釘子 那這裡就有個頭 那很明顯啦 這個頭是用來這樣做的 那拍拖 進去 那勁在是什麼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呢 平時蓋屁 那個屁股和那個屁股的棉心呢 經常走來走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情況呢 我將屁股間不斷就是這樣 然後一邊就沒有屁股,一邊就很多屁股 蓋上來就很不舒服,很不爽的 我有嘗試過呢,以前用一些大頭針 我試過刺傷自己的 那所以呢,我就想上淘寶 看看有沒有一些好的產品 那我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這個真的非常之不錯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買一個 一定要買 因為沒有人說過什麼 因為我沒有穿上去 純粹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那進去之後呢,你用盲力是很難開到的 應該可以說是完全開不到 因為這裡是鎖死了的 它用什麼技術呢? 大家買衣服的時候 平時不是有時候扣著防盜的東西嗎? 那店員就買了一件衣服之後 幫你找個東西扣一扣 把那個東西解釋出來的嘛 那個東西就類似這一塊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呢? 是磁鐵來的 只要你這樣,把這個頭放在這裡 那它磁鐵持住的時候 裡面的開關就會打開 那就會自然可以鬆開的了 這個其實已經用在皮套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的發明 我就不需要擔心 我用了這個之後 刺傷自己的明白嗎? 很重要 然後皮又不會到處走 所以這個產品我覺得 人人都應該擁有 重點是這一盒其實很便宜 10多元而已 10多元之後它是有非常多 這個真的棒了,是嗎? 太好了,我的皮終於不用飛來飛去 神奇! 我知道麥克的XLR線壞了 所以特意淘寶買了一條 XLR線蠻帥的,不過用起來就真的不知道 有空才行 新衣服啊 都是之前我介紹可以買肥仔衣服那間的 不過那間我之前有留意到 原來它其實不是所有Tee都是原創的 我之前也試過拿東西 可以給觀眾提醒我 就是我買到一些真的翻版的Tee 但是這個真的大家要小心 我自己買的時候真的不知道 因為沒有留意開這牌子的東西 買不買,小心啊 出來做事之後 難免會收到很多不同人派的卡片 那這個卡片呢,其實我心口都會珍言重知 放在一個地方 但是有時候想找回,某一個人的聯繫其實是難找的 我又沒有好好地把它掃描好 放進某一些APP裡面 所以我覺得最後最後都是換歸分最原始 找那個名片寶 登登! 所以買了這本東西了 可以放到240張卡片 nice! 太好了,終於都來到了 大家應該知道,客廳在用小米電視的 那為什麼我買過遙控呢? 那就是因為事言,我們的遙控就神奇離奇地失蹤了 找了很久了 我想有幾個月都找不到 終於得起心肝,買回去回來 馬上試試用不到 好緊張啊 蛤?不行的? 我被騙了 原來電池這裡的位置很陰濕,有個膠在這裡 讓它電池不會漏掉 拋出來 它應該通電了,我們再試一次 拜託,一定要 太好了,可以很順利地用到 太好了 Laptop用的火牛 因為最近換了Laptop 奇怪了 但我買的那個不是這個 好壞 它不是原裝的 我買的那個是原裝的 我給了一個不是原裝的 我給了一個不是原裝的 真生氣 這樣也有 原本的帥哥好多的嘛 有Logo,ROG這樣 今天中伏了 我給原裝的價錢 不行,我這件東西退貨 上山多終於虎 放回去,退貨 退貨 Log 然後這個 期待以久 這個好用 這個小印介紹給我的 因為最近我們都買了Apple Watch Apple Watch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看看 這個是一個叉座 就是給你充了iPhone Apple Watch 還有AirPods 它有很漂亮的金屬支架 這些位置是金屬 這個就不是的 這個是充電板 是這樣的 後面 我組裝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點失望的位置 但是同時又解答了一些疑問 我一直都以為 這裡是一條電線 可以充三樣東西 那我想 其實會不會充電慢了呢 你這樣分開的時候 但原來發現 是沒有一個 都是獨立給電的 哈哈 這條線 就是給我AirPods 這裡的 然後呢 我後面這個充電板 無線充電板 是要另外拆一條Android線給它 那最後這個位置 給我們充Apple Watch 是需要用原裝的東西放在這裡 組裝完成後 前面就是這樣 正常常看不到什麼端倪 但是後面就差一點 因為這裡有三條線 那我自己的做法 應該會把這三條線綁在一起 令到它變成好像一條線的感覺 另外本來要送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給我們把電線固在裡面 但是這個又是敗北之作 你有三條線的嘛 你給我兩個頭的 你應該給我這一款嘛 這一款這樣才帥的嘛 這個設計又是這些問題 我也是比錯了 Anyway這個東西 試一下充不充電 好了 又是我們實測的時間 第一個 我們的AirPods 成功充電 第二個我們的AirPods Good 成功充電 第三我們的iPhone Good 成功充電 正啊 好像充滿了三樣東西啊 那這個產品本身 不一定是這三個套裝來的 有iPhone、AirPods的搭配 有iPhone、Apple Project的搭配 接著還有其他不同的搭配 有興趣者 按個連結去看看 那我自己呢 真的越來越戴得多毛 還有我自己也出了很多不同的毛 所以我覺得要有效地 去擺一下我的毛 現在呢 我覺得擺的方法不是太好 所以就買了這一樣東西 一個鐵的一個支架 就是這樣的 那是怎麼用的呢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呢 好像在玩魔術一樣 哈啞 哈啞 像不像 究竟是這樣勾著 還是反過來呢 我們先看那個產品說明 一個一個掛起 然後一層一層就可以擺我們的帽 除了擺帽之外 絲巾那些都好像OK OK 實際掛出來就是這樣的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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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掛下去 但是呢 沒有我想像中 這麼好 因為它不是真的好穩 但是就 不撞起 應該也不會自己的 就是這樣啦 美觀就還好 但是 省位也算是OK的 那又真的掛到 最後也是關於Apple Watch的 那我之前 買完Apple Watch之後 第一個最想買的是什麼呢 就是 錶帶 那這一款呢 屬於是多人買 也是價錢比較便宜的 四十多元人仔 那是一個皮的錶帶來的 那當然啦 四十多元 你不會期望它 真是一個很漂亮的皮 還有造工不會很好 那我覺得就還OK啦 四十多元 那還有這些皮的錶帶 我都不會常常戴的 看回長綠的 那通常做運動 都是帶回原裝的那個 運動錶帶會比較合適 這裡按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把錶帶畫出來 很棒 所以說 怎樣可以不換錶帶 對不對 好 這個是最喜歡的 紅黑搭配 紅的皮錶帶 搭上我們黑色Apple Watch 聞下去呢 真的有一點點皮味 OK 那戴下去都還不錯 近看造工都不是特別差的 另外還買了一個咖啡色 那就是商務的場合 就可以戴這個皮 紅黑 紅紅黑 就是這麼簡單 它還送了一些贈品 有一個Apple Watch的Stand 但其實我已經不需要 因為我剛剛開了一個Stand 這樣 四十多元你還送這個贈品 不過那個Stand本身是不錯的 還有一個Apple Watch保護學 OK 今天開箱到這裡結束了 今天開箱幾樣東西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特別推薦就是皮套穩定器 還有我三合一的充電支架 棒 還有就是之前開過的背包 也是非常推薦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個讚 我可以有什麼想要留言 我現在最喜歡的訂閱我 我是小萊姆 按個小鈴鐺 下次再看 星期五六點半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